推广清水之美与文学教育 成立多年的小院文化创意协会 今年又再度举办第二届小院由清水活动 不但邀请到在地摄影师到清水著名景点取景拍摄 还结合中港高中的学生诗歌创作 映制成精美的明信片 这天协会也特别到清水国中 让全校师生 一人写下一封明信片寄送给亲朋好友 希望借此邀请更多人一起到清水小镇 感受独特的自然人文魅力 我爱清水 人手一封明信片 十多位清水国中的师生们 在镜头前开心展示 为了行销清水小镇 成立多年的小院文化创意协会 特别邀请同学们 在印有清水景点的明信片上 写下一段话寄送给亲朋好友 其中还有学生特别用韩文写信 要寄给韩国的经纪公司 希望邀请偶像来台感受家乡之美 寄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偶像 就是这样可以推荐说清水真的很漂亮 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我写给我的表弟 因为他在台南 然后就比较没有时间出去玩 我写高美食地跟清水的眷村 因为他还没去过眷村 所以我想带他去去看 我是寄给我自己 因为就是现在时光飞是岁月如梭 然后就是想要自己给长大的自己 让长大的自己可以就是知道 我们以前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可以回味这样 邁入第二届的小院游清水活动 今年除了再度邀请在地摄影师 到清水著名景点取景拍摄外 这次还特别结合中港高中的学生创作 将高美食地 熬丰山公园等 写成一首首优美诗歌 印制成精美的明星片 需要透过书信的方式 把清水之美传达出去 现在的孩子他诗歌的部分 也比较少能够提在这个照片上面 那这样的结合 让我们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展出 会提升了很多的文化素质 那透过明星片这些景观 让他的亲朋好友去认识去了解 原来他的故乡清水有这么棒的地方 可以让人家来欣赏 协会表示自即日起 民众也能到港区艺术中心的 假日小院市集 免费索取明星片 期盼借此活动 号召更多人一同来到清水小镇 感受独特的自然人文魅力 介绍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